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徐晓星在今天成立了竞选总部 不过呢就在成立的前一天遭检调检举说涉嫌会选 不仅被指控说今年8月里长以每桌8000元参会来宴请李明公开拉票 更怀疑在重阳敬老活动当中赠送了市价百元的寿命 对此呢徐晓星公开怒呛检调说会继续的发放寿命 要是认为违法欢迎到现场来搜证 我的经费来源我的核销单据 我都跟检察官交代的很清楚 以前会办我年年会办我今年会办我明年我还是会办 走出地检署强调活动继续办 更表示经费合销很清楚 台北市信义区许姓里长被指控 今年重阳节敬老活动赠送价值200多元 寿命和垃圾贷给选民 为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徐晓星助选 但遭到约谈的还不止信义区 指呼冤枉更说是选举计两 松山区苏信里长被指控今年8月举办餐会 办了5桌1桌8000元为徐晓星拉票 被指控汇选正好就在徐晓星竞选总部成立前一天 检调大动作约谈里长等8人到案 徐晓星爆气公开呛检调 如果检调认为一个4块钱的环保购物袋 一个20块的售面是违反选拔法的话 欢迎你到现场来搜证 继续发售面购物袋就是这两样物品被指控涉嫌会选 今年10月22日重阳敬老活动 离办公室发放拉面14公升垃圾袋 还有张维园议员提供的白色购物袋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许淑华的铜锣烧 以及徐晓星的20元售面和4元购物袋 徐晓星不仅之一一包20元售面如何影响选民 也认为竞选总部成立前一天被检举会选 是刻意给里长压力 在我竞选总部的成立的前一天 所以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就是说 就是要让这些里长他们不能来也不敢来 选政脚步逼近爆出会选风波 究竟是否真的社会 只带检方查明真相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